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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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我是Kevin 這次又來到菜單營救所的備餐系列 那這次是我們的EP16 第16式的備餐 不過這次的備餐概念比較不一樣 並不是要做6個便當 這次的備餐概念呢 是我們要用電鍋 這樣很簡單的工具 做出三道料理 然後組合起來剛好就會是我們的晚餐 會有三道菜 一飯 一菜 還有一湯 做法是非常的懶人 只要用電鍋就可以完成了 這支影片同時也要感謝我們的通大師贊助 這次呢備餐系列三道料理 也會使用到他們三種不同口味的調味包 來做調味 那使用這樣調味包的好處就是 除了美味以外也更加的方便 可以減少食材跟調味料的準備 會讓料理更快 也更輕鬆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今天的 備餐系列晚餐三道料理 這次的備餐呢使用大概是三杯米的量喔 所以大概都是每道菜都是三到四人份 三杯米呢就配三杯水 這次呢蒜香蝦人飯呢我使用的是這個 干貝風味的調味 我覺得非常的搭 調味要下去之後呢先稍微給它晃均勻 這個蝦頭呢滿重要的喔 可以放一些下去呢增加這個飯的風味 這個蝦頭呢滿重要的喔 可以放一些下去呢增加這個飯的風味 好 我們可以在趁這個電鍋在蒸煮上一樣料理的時候呢 來接著準備下一道菜的備料 這樣呢會比較有效率 那接下來呢要做的是白菜豆腐乳 做這個白菜乳呢白菜千萬不要把它切得太細太碎喔 因為它最後呢都會就是整個塌掉 所以呢保持這種大片的口感呢做起來是最好吃的 我們現在呢要來做這個白菜豆腐乳喔 我們現在呢要來做這個白菜豆腐乳喔 一開始呢建議先加一點油 那這個白菜豆腐乳呢 我自己呢是覺得搭配這種昆布風味的湯頭感覺呢 會是最溫順最搭配 好 現在你可能會覺得很滿喔 那等一下呢其實整個它的體積呢就會小非常多 那另外呢提醒一下我會建議不要再加水了 因為等一下這個白菜還有裡面豆腐都會再出水 到最後做出來就會是一個很完美的比例 要再準備這個白菜豆腐乳的同時呢我們可以接著準備湯平的 好 蔬菜備料 那這次煮湯呢主要準備的是這個雞翅 但是呢雞翅如果你買回來要自己剁是有點麻煩的喔 你可以在買的時候呢就請老闆幫你剁好 像這樣子一塊塊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這個雞翅蔬菜湯喔 做法呢是相當簡單 把蔬的東西丟下去就OK了 好 像這個湯品呢我會推薦使用這個煎魚風味的做一點湯品調味 好 像這個湯品呢我會推薦使用這個煎魚風味的做一點湯品調味 雞翅因為帶骨喔熬出來的湯一定會很鮮甜 哇 終於做好了 我們這樣呢依序就是用電鍋 這樣工具呢就做了三樣很好吃的料理喔 就一飯一菜一湯 那這個呢就是蒜香蝦仁炊飯 哇這個味道超級香的 那另外一個呢這個是我們的菜的部分喔 就是白菜豆腐爐 這看起來也是非常清甜的樣子 然後呢最後一個湯品呢也是我覺得非常棒的喔 就是雞翅蔬菜湯 那我們呢就先來吃看看 然後看這三個料理 它調味的風味有什麼特色 好 我們先來吃看看這個飯 嗯 好 我們一口氣吃完三個 等一下再來講評 嗯 雞翅蔬菜湯 那來喝湯頭看看 湯頭呢決定一切的勝貌 好喝欸 我覺得三道料理呢都是非常的成功喔 然後呢我們這次做的三道料理呢 分別是使用烹大師的三款 調味包呢下去做調味的 那以這個蒜香蝦仁炊飯來說呢 我們是使用干貝風味 我覺得干貝呢它本身就是很鮮甜 可以去襯托海鮮或者是 我覺得肉類應該很適合 肉類的鮮甜風味 但是呢你又不會覺得 欸 干貝的風味會把這個食材的 這個風采的時候搶過去 然後呢做炊飯有一個好處是 它的米粒呢會完全的吸飽這個 干貝的風味鮮甜喔 所以呢飯本身就非常好吃 非常推薦大家這個炊飯 好 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這個白菜豆腐乳喔 我覺得呢這個白菜豆腐乳 是我覺得意外做起來很成功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並沒有去 像傳統的做法做白菜乳 只是用電鍋一鍋到底 但是它的鮮甜味還是非常足夠的 尤其是像白菜 它本身就帶有很重的鮮甜 調味來講我們是使用這個 烹大絲昆布風味的 這個昆布呢我會認為它很適合 跟蔬菜類做搭配 像這種豆腐 青菜 或是你要炒菜 很適合用這種昆布的風味 它的口感呢是非常溫順 搭配蔬菜呢是非常的適合 嗯 推薦給大家 最後呢是這個雞翅蔬菜湯喔 那我覺得以湯品來講 決勝負就是湯頭 那因為我們湯頭是使用像很多 這種番茄 烏蘿蔔 玉米 下去一起熬煮 它的蔬菜本身的鮮甜味就非常足夠 然後我們這次使用的是這個 烹大絲煎魚的風味來調這個湯頭 那煎魚呢應該是這三個口味裡面 鮮味最重的 所以呢我會覺得它很適合來 就是熬湯或者是煮粥煮麵 它的鮮味呢可以讓整個 就是湯頭變得非常好喝喔 搭配像一些蔬菜一起熬煮的話 就更加的具有層次 非常好喝 那最後呢這支影片 也要感謝我們烹大絲的贊助喔 那他們的調味品呢非常的棒 主要有三種口味 就是這支影片所使用到的 就是干貝風味 昆布風味 還有一個煎魚風味 如果在料理上面 你自己自認為是 在調味上面你比較不拿手 或者是你覺得調味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我會建議呢新手 你也可以從這種調味品 開始輔助使用 很容易的可以幫助你做出很美味的料理 會非常有成就感 那這次三大料理的晚餐備餐呢 相關要資訊會補充在影片資訊欄位 還有所有食材總表也會一併的做補充 那喜歡我的影片呢也不要按讚分享 那還沒有訂閱我們菜單元就手發呢 也請幫我按一下訂閱好不好 那這次分享呢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